看一下我的相机摔坏了没啊 诶 哇 什么情况 我好像拍到那只乌鸦了 全被我抓拍到了 这也太巧了吧 这盗团人直接被扑倒了 他不会就在附近吧 他在门口 你被拆我的门啊 我告你四川民宅 哈喽大家好我是炮青 今天我们来玩你好邻居2的内测测试板 这是家里进贼了嘛 这应该是邻居的家里啊 哦 这个大胡子看起来有点眼熟啊 兄弟们 动作相当显熟啊 还知道邻居有个洞 应该是提前来踩过脸了 来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进来了 这什么东西啊 相机嘛 邻居破了 好惊险啊 旁边有个大叉子看见没有 差点就被叉死了 但是我的相机好像掉在屋顶上面了呀 诶 这什么 我们的手表 这画板上画的啥呀 乌鸦 哦 这一代跟乌鸦也是有关系的啊 外面有一个稻草人 先上去拿我们的相机吧 房子大门已经没封死了啊 看看有没有什么道具钥匙之类的 后面有个门 这门貌似也是上了锁的 那只能去旁边找一下有没有钥匙了啊 外面天快亮了 诶 我看见了 这钥匙也太明显了吧 暗逸识取 这一代做的挺正式的啊 还有按键提示呢 那直接开锁吧 爬过来 这边有个梯子啊 爬上去 诶 这边没梯子的呀 哦 还是能爬啊 这一代是多了个攀爬功能 按住意 拉开窗户 过来 可以拿我们的相机了 我感觉我们应该是一个记者啊 看这个穿着打扮 挺像个狗仔的 哎呦 哎呦 怎么被跳到草上去啊 看一下我的相机摔坏了没有 哇 什么情况 我好像拍到那只乌鸦了 全被我抓拍到了 这也太巧了吧 这道场人直接被扑倒了 他不会就在附近吧 他在门口 你被拆我的门啊 我高利斯喘民宅 诶 他怎么走了 吓得我相机都掉了啊 可惜刚才没给他拍下来啊 不然就能作为证据了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 我们是不是要出去看一下 要不直接跑吧 我可不想死他手里啊 诶 怎么黑呢 乌鸦哥 乌鸦哥 我错了 我错了 哦 原来我们是做梦啊 哎 居然开车都能睡着 你真是走猪 还差点被人创死 搞什么呢你 接着赶路吧 喝完了 哎我去 这车个垃圾站似的啊 这么多垃圾 这小子也忒不讲究了 嗯 轻车了 是不是到了 看一眼地图 嗯 就是这里面 Go 这车也太破了 连个车门都没有啊 我们现在要去的 应该就是刚才做梦里梦的那个小镇啊 经过一条乡间小路 应该就到了 它这个车上面还有卫星呢 我们的确就是一名记者啊 哎 这每个栏杆上面还贴着循人启事是吧 这么多人呐 哈喽 这里有两名警察 好奇的盯着我看啊 哎 哎 碰瓷呢你 看着点呐 这家伙长得真黑呀 怪不得我没看见啊 怎么还没有到那个小镇呢 再往前开一开吧 哦 现在变成了第一人称赤脚了呀 我们应该是快到了 这个第二家地图好像比第一代大很多呀 我们一度过来 经过了很多地方了 哎 到了吗 嗯 直接倒车入库啊 好 我们终于到了 先进这个房子里面 随便看一看 房间门被封起来了 哦 这墙上贴了好多这个失踪人口照片啊 外面是那辆警车 我们要干什么呀 哎 路灯亮了 应该是天亮了呀 看了点手表 差不多了 我们要行动了 哦 邻居的照片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他呀 最大的嫌疑人 看一下他的家里好像是指向了地图右下角的这个房子 那咱们沿路过去找一下吧 这地上的报道好像是之前被邻居杀害的那三个小孩呀 哼 这回我一定要给你抓一个人赃巨货啊 那个警车停在门口的房子应该就是邻居家里吧 方向应该差不多啊 走 我们去问问警察叔叔有没有什么最新的线索 别跳过来 哇 这记者伸手还可以呀 诶 诶 我怎么没啦 什么情况 这乌鸦潜伏在我身边呢嘛 好吧 咱们这期的话就先往了这里 我们下期就开始正式的探索啦 大家看完别忘了点赞 关注一下炮心哦 咱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